女人要想站得稳 必须微柔带点狠 我生来就拿着恶毒女主的剧本 12年来 从贫困大学生 到董事长助理 再到成少夫人 再到如今叱咤风云的宋总 每一步我都费尽心机 沙发果决 到晚时分 一辆凯迪拉克准时开进一桩 我从车上下来 台步走进家门 高跟鞋敲击地板的声音响起 又骤然顿住 玄关上放了一件女士的胸罩 缓示老旧 是从没见过的样式 继续向客厅走 一路上零碎地丢着女人的上衣 裤子 货包 客厅的把台上 更是对着一件女人的贴身衣物 大大咧咧地摆着上面 颜色鲜艳 无比招摇 我的目光略过把台 在上面顿了一秒 随后面不改色地看向一旁僵硬站立的帮拥 我还没开口 头顶上已传来女人的问候声 声音带了点粗粒沙哑 显得有点刺耳 嗨 好久不见 我抬头 看见了二楼间蓝散倚着扶杠的熟人 丞相秀化着浓妆 身上套着我新买的睡衣 举着一杯红酒浅着 瞧见我抬头 笑着向我举杯示意 我也微微一笑 温和道 大姐竟然回来了 也不跟家里说一声 派人去接你 丞相秀抿了口酒 看着我嘴角的笑 眯了眯一眼 笑道 告诉你 那我估计连门都进不了吧 她摇曳着走下楼梯 走到我的跟前 这是成家 她咬中了橙子的音 紧盯着我的双眼 这些年没个女主人 让一个外人在家里指手画脚 是不提筒了些 但现在不会了 丞相秀抬高下颚 对着我一字一句宣告道 因为 她丞相秀 回来了 她比我高半个头颅 龙裂的五官 172厘米的身高 配上10厘米的高跟鞋 让她显得气势极盛 几乎是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我是丞相东的合法妻子 丞家的少奶奶 远东集团的副董 丞相秀却当面称呼我叫外人 是明晃晃地打我的脸 然而我不气不怒 平静优雅 雍容大度 宛如一壶平静的池水 对丞相秀的挑衅 憎恶一笑之之 我不许不缓地开口 壮死真心夸赞 大姐总是这么真性子 八年不见 这放空话的本事倒是越发长进了 我唇边隆起一点弧度 你看我竟然一直没反应过来 已经八年了 看来这八年大姐表现得不错 人虽然老了 但很能干 简行两年提前出来 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值得庆祝 不是吗 我说完 眼里又带起一点歉意 如同看了一场出乎意料的戏码 却说了不该说的话 便起了一点堪坷怜悯式的懊恼 大姐脸色难看 说我说错话了 你不要生气 我只是太过惊讶 谁能想到 不过八年您就出来了 我话风忽然一转 微笑道 不过我看 连您都能改造成功 监狱的课程看来很有用的 改天大姐可以和我说说经验 我改良一番 融入到公司的管理上 效果应该不错 八年 一个女人最好的年纪 被耗磨在了四面高墙之下的悲惨 在我的口里 却是轻飘飘的仿佛没有重量 程向秀的脸色早已阴沉 看着我的目光里压着深重的恨意 我在监狱里待了八年 都是拜谁所赐 没有你的算计和引诱 我怎么可能走进死胡同 她冷笑不止 嘲讽道 一个家里卖菜的评价女 走到今天 你费了多少心思 又做了多少算计啊 装观卖巧得来的东西 就算含在嘴里一般稳吧 我脸上的笑意淡了淡 但生回到 社会有法治理 审判犯人得讲究证据 不是靠着一张嘴巴巴就行 我一笑 突然几步走近 伸手一把扯掉程向秀 睡衣背后的吊牌 帮着她拢了拢衣领 温生问道 是我逼着你做空公司 还是我拿刀子要挟着你 换了八的药 我面容温雅 声音温柔 气势却半点不舒 多年高位酝氧的气度 早已洗掉了曾经悲诺的一面 淡淡逆来的一眼 甚至逼得程向秀 不由得后退一步 我又勾起我的笑 只是这次笑意不达眼底 缓缓说道 出身不好怕什么 吻得住就行 笑到最后就是赢家 不是吗 程向秀压下把酒 破到那张刺人的笑脸上的冲动 不认输般扯出一抹僵硬的笑 很声道 是啊 笑到最后才是赢家 我走上楼梯回房 侧身而过的一瞬间 听到耳边很利的声音传来 咱们走着瞧 我脚步不停 宛如不闻 只是在走上二楼的时候 慢不经心地吩咐 刘妈叫人爸爸抬砸了 东西都换一点 太脏 刘妈轻声音势 程向秀脸色骤然轻子 仿佛被狠狠扇了一巴掌 他运气片刻 数二一把摔了酒杯 瞪红对眼回了自己的房间 远东集团雄聚南方 旗下产业涉及各个领域 扑具成就 创立这艘庞然大物的程明轩老先生 把握住了开放旺潮 从小公司一步步走到今天 积攒了大额财富 八年前病重之时 媒体对这位大富豪的家产争斗 关注异常 然而一主公布后 经得外界议论纷纷 但因程明轩一举捐出了大半数身价 几乎只保留了远东集团的原始股 然而更让人跌破下巴的是 他手里47%的股份均分成了两份 平分给了儿子和儿媳 大女儿连半丝股份都没捞着 此后远东集团大小姐程向秀 在外界人看 行踪成了迷 而此前无声无息 茶无子人的我 一跃成为远东名副其实的少奶奶 手握权柄 又有公共支持 入职远东 声势浩大 不久后 程明轩病逝 所有人都以为 这位飞上支头 变凤凰的麻雀 要摔下你底之时 我以雷霆手段 坐稳了总经理的位置 又在八年里 逐渐建立了自己的班底 威信健重 甚至与丈夫程向东 形成了分庭抗衡之时 外人艳羡我的风光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 走到今天 我耗干了多少的心血 交易 庇佣 引诱 反杀 从贫困大学生 到董事长助理 到程少夫人 再到现在的宋总 我走了12年 我喜欢在这摩天大厦顶端 俯瞰众人的滋味 尤其讨厌别人给予我的果实 而后者的感觉 已经多年不曾感受到了 我笑了笑 像是发自内心的愉悦 汇报的秘书 下意识地评住了自己的呼吸 极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我敲了敲桌面 吩咐到 打电话给程总秘书 让程总晚上回家吃饭 也是讽刺 夫妻二人 本应该是最亲密无间的关系 但如今 我想找他吃个饭 还要先和他的秘书 一遍遍地确认时间 秘书温生英氏 对这种状态见怪不怪 早在宋总渐渐掌握全市的时候 夫妻两人的关系 直降到了冰点 除了开会 十天半月不见一面也是常试 程向东不满 我知道 但他又能如何呢 程向东是从太子岛发展起来的 身边都是所谓的好兄弟 早有自己的班底 但我却是程明轩亲手用力 身后跟了一帮老陈 为的就是稳住他 程明轩看得太轻 程向东有魄力 也有着年轻人的锐气 却过于激进 也听不尽劝道 这样的人 其实并不适合 做一个集团的领航人 但程老爷子不甘心 所以费尽心思 拉起我这面旗帜 把稳得住的老陈 送到我的阵营 希望能在重大决策上 为他描补 又或者 是希望我成为程向东的试金石 让程向东 踩在我的被彻底成熟 掌握远东 能在重病的时候 做这一番打算 可真为用心良苦 令人感动 只是可惜 我在纸上写下一个成字 看了片刻 又轻轻划去 程家别墅的三个主人 今日难得同聚一堂 分座餐厅两堂 有意思的是 从前几乎撕破脸的程家姐弟 如今主动坐到了一边 程家没有食不语的规矩 但厅中的三个人 都没有开口交谈的欲望 直到庸人送上消失茶 程向东才皱起眉 看像坐在对面的我 眼里浮现一丝不耐 沉声问道 你让人把我喊回来 就没有话说 我放下茶杯 没烧清调 不是我有话要说 是你 有话和我说 话说出口 是肯定的语气 程向东却第一时间 明白了我的意思 程向秀即将出任 亚福科技总经理的消息 在集团不是秘密 然而亚福科技 是我一手打造 主研发的EM直播 打开了市场 且已经募集到足够的资金 就等着在香港上市 作为远东旗下 第二个独立上市的子公司 亚福虽然实力 不如另外一个上市多年的子公司 但前景是肉眼可见的远大 一个企业能走到 持续盈利的这一步 即便背靠大公司 也不容易 其中我付出的心力可想而知 收获同样可去一半 程送两派 一直是东风压倒西风 却也默认了 互不干涉的行事原则 这次程向秀的上台 是程向东从背后使劲 为的是把果实摘回成派的阵营 这种做法虽然确实有效 但并不厚道 堪称难看 与把我的脸面扔在了地上才 没什么分别 然而程向东即便理亏 也不喜欢我用一副 要求下属汇报的语气 和他说话 他压下心头不悦 冷声道 他出任亚服 是董事会成员的决定 你和我掰扯 只是浪费彼此的时间 董事会没有你的示意 会下这种决定 我也冷了脸 没有给丈夫留脸 程向东嘲讽一笑 照你的说法 董事会那么多成员 大半都支持我的决定 你没想过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当然想过 我为自己斟了杯茶 茶物飘在两夫妻之间 在那瞬间 夫妻彼此都模糊了对方的面孔 只剩冰冷的利益谈判 不就是一些老东西炮尸大 压了他们的风光 也只当找这么玩意来恶心我 这个玩意指的是谁 不言而喻 程向秀本来得了弟弟的叮嘱 在今晚闭紧嘴巴 只当个木头人 但还是在 听到我不加掩饰的侮辱 黑了脸色 信送的 亚服本就是成家的东西 我是成家大小姐 继承亚服天经地义 通知你一生都是给你面子 闭嘴 我突然开口打断 茶杯磕在玻璃茶几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我拿起纸巾 慢慢擦干被茶间湿的手指 转过头盯着程向秀 面无表情道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远东集团的事情 能得到你插嘴 程向秀被这声呵斥惊了一跳 反应过来勃然大怒 一把站起来 用手指着我骂道 我把纸巾扔在桌面上 看都懒得看他一眼 我翘起右腿 双手放在身前交握 面上不见半丝笑意 显露出了锋利到强势的冷漠 我劝你把你弟弟的叮嘱 听进脑子里 我们是在商谈 不是在骂姐 你要认清一个事实 这是我不追究 那你才有做上 亚夫总经理的机会 我若追究 就算你爸在世 我也能安死你 程向秀听到这话 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 他竖然近身 憋得脸色轻子 他自认第一次 栽在我的手里 是他疏忽大意 然而在这第二次的交锋 他却先一步心计 他被困在牢里八年 与时代脱轨 而我却在这八年里 飞速地成长 八年前我就有把他 算计得一无所有的本事 八年后呢 程向秀心脏抽搐了一下 程向东面沉如水 没有说话 他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 我抬起手对上他的目光 片刻后 程向东拿起一边的西装 向大门外走去 走出餐厅前 他顿住沉声道 送金鱼 程向秀再怎么样 也姓程 我垂下眼睛 没有因这一句话 夫妻两人不欢而散 程向秀看了眼睛没得我 想说什么 又把话吞回去 转身拿起手包 追着弟弟出门 程向秀跟着弟弟坐上后座 程向东看了他一眼 烦躁地扯松过肩领带 他向车被依靠 沉沉道 你这冲动的性子不改 迟早要吃大亏 程向秀撇了下嘴 我在集团和媒体面前 什么时候不提念 只是他拿出根烟 估计着程向东没有点燃 只在手里碾了碾 信送的那件人 害我像条丧家之犬 自己却全是富贵一样不落 我就是看不惯他得意的嘴脸 就这一点你就比不上他 八年前他在你面前低头 低得心甘情愿 不卑不亢 八年后你多次挑衅 捏了捏眉心 叹道 但你当年做空公司的前科 早晚会瞒不住 你得想好应对的方法 听到这番保证 程向秀总算把心放回肚子里 他自得一笑 我早就找好了公关公司 宋经宇要是敢用舆论逼迫我 那他注定打错主意了 程向东闭上眼睛 没有说话 路灯照亮了他的下半张脸 程向秀看不出他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直到他下车关门的那一刻 才听到一声沉甸甸的警告 我把亚服放到你手上 要是出了问题 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程向东本质上和程明轩老爷子 其实很像 沉稳的性格里下 一意孤行的尖锐 程明轩可以把一半的家产 送给无亲无故的儿媳 谁劝都不听 而今程向东决心把亚服 收拢在自己人手里 也是不惜一切代价 我几番博弈 但半年后 程向秀的任命书 还是在集团下达 不容智慧 程向秀意气风发地 举行了媒体发布会 优雅之性地当着镜头 发表立场激昂的演讲 发布会非常成功 甚至全国轰动 直到一个女人 闯进了会所 当着几十家媒体的面 把一瓶粪水 泼到了程向秀的身上 程向秀傻在讲台上 神经迟钝了两秒 才反应过来 放声尖叫 女人哈哈大笑 像个疯子 保安冲上前把人拧住 她使劲挣扎 指着台上狼狈不堪的程向秀 一个劲地冲着摄像机怒喊 堂堂成家大小姐 不是个东西 当了大老鼠 钻了自己家的粮仓 却把主要责任 都推到我家老刘身上 让她懒了罪 她的声音尖锐 几乎想撤了整个会堂 我丈夫这辈子 要在里面吃苦受罪 你想在外面消耀快活 告诉你 做梦 这话的透出信息可太大了 记者们像闻到血腥的恶狼 蜂拥而上 像机闪烁声 追问声交杂在一起 如同一场喧闹的闹剧 看着一边重眉憋气 一边使劲 把话筒对在她眼前的记者们 程向秀忍不住后退 话筒戳到脸上 冰冷的触感让她想起 八年前套上镣铐那瞬间的灰暗 她呼吸急促 神志崩溃 瞬间狼狈逃窜 我坐在屏幕后 看着程向秀 带着满身污水奔逃的身影 忍俊不禁 这刘虹成夫妻 真是损到一块去了 竟想出这么个主意 不过把程向秀的脸皮弄臭的这招 倒真的是精准的弯中程向秀的心 损归损 细码却足够精彩 豪门千金被颇份加替罪说 足够在网络上引发双重爆炸 我没想拿程向秀的坐牢世纪炒 这种伤不了亘古的东西 我相信就算我动了 程向东一定有把握把程向秀洗白 相比起不痛不痒 我更喜欢拿准七寸 一招致命 当初程向秀范唇 胆大包天 倒挖远东的钱 数额庞大 差点挖断了远东的资金链 老爷子虽然对这个女儿失望透顶 但终归是自己的骨肉 给了帮凶刘洪诚的七二一笔钱 让刘洪诚把主要罪责都干了 不然 程向秀可不会只是短短八年刑期 刘洪诚的老婆孩子 拿了这笔钱出国后 就再也没回来过 除了老爷子资格和几个亲信 没人知道他们的行踪 但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刘洪诚人老成精 看到了远东的内斗 如以前悄无声息地背下了一份 当初程向秀做假账的证据 交给了自己的老婆带出国 估计是猜到了会有卖高价的一天 自老爷子去世 我一年一年的暗访 总算撬开这个松洞的脚 刘太太既然能被钱打动第一次 那自然可以有第二次 桌面上的手机闪动又按下 从程向秀被托奋开始 手机来电就没停过 这次闪动后 屏幕显现出了七个未接来电 我视若无睹 慢慢地翻动手里的账本 直到程向秀狼狈不堪地退场 我才放下手中的账本 接通了第八通来自程向东的电话 程向东明显抑制着火气的 质问声响彻我的耳边 宋京宇 你疯了 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也不嫌脏 你挖出当初的事 是踩在法律的边界线上 拿远东的声誉和我斗 你知不知道 今天这场闹剧 让远东蒸发了多少个亿 不然呢 先是拱手相让 再被斗挨打 我轻笑 笑声仿佛带着冰冷的华逆 你当我是傻子吗 你们姐弟二人联合起来 不就是想把我踩下去 是你先不讲道义 下手很多的亚服 又找好了公关公司 要往我头上泼脏水 企图把事情栽到我的头上 这一件件的送给我的大礼 你也好意思说 我手段下三滥 我甩了甩账本 看向直播界面上 被押走的刘太太 瞇了瞇眼 你既然猜到 它是我放进去的 那有没有猜到 我手里正捏着 可以再送丞相 秀进监狱游览一遭的证据 丞相东声息陡然粗众 如今各界关注都聚集到了 丞相秀到底是主谋 还是从犯的争论上 但争论归争论 没有证据 那就是小事 然而如果我把证据摆出来 不说对远东造成的冲击 单凭丞相秀身上的争议 应付不了古民对亚服的质疑 丞相东也会因举荐了丞相秀 而惹出麻烦 在全部股东面前吃挂落 他深吸口气 低沉道 宋经雨 远东也有你的多年心血 你没有必要做得这么绝 不用给我打感情牌这一套 我知道后果 这份证据放出去 就是两败俱伤 必不得已 我不想闹得大家难看 我眼神淡漠 冷笑道 丞相东 把不该有的心思收一收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 亚服是我送经雨的东西 没有我的允许 谁动了 就得跪着求我收回去 我嘴角勾起一丝弧度 在挂断电话前 好心建议道 对了 夫妻一场 我劝你 想这次的麻烦甩干净 最好干脆点 当着股东的面 把那个蠢货赶出去 电话骤然被挂断 丞相东气得轻轻秃帽 浑身发抖 一把摔了手机 一双柔衣伸过来 俯过太阳穴 力道不轻不重 柔了半嗓 丞相东长去一口气 握住情人的手 说道 我没事 朱灵温柔一笑 并不多余 他一贯如此 从来不过问丞相东的生意 也不谈论他和他家里那位的是非 丞相东情人不少 最后只有他成为了 名副其实的小成泰 甚至生下成家的独子 既是因为我知情 更是因为我失去 他对着一旁的儿子 使了个眼色 小孩从书包里 拿出自己的试卷 走过来递给了父亲 乃生乃气地说道 爸爸 你看 丞相东接过卷子 看到上面的满分数字 终于表情舒缓 他欣慰地抱起儿子 摸摸他柔软的头发 笑道 爸的好儿子争气 爸也不能输 他吐出一口郁气 语气严肃 宛如历史 爸向你保证 远东一定是我们成家的 朱灵坐在一旁 听到这话 眼眸微微一闪 成远东的妥协 远比外界猜测得干脆 他不仅当日撤销了 丞相秀的任命 改任我为亚服董事长 甚至为了补偿妻子 决定将自己手头 亚服的股份 尽数卖给我 此话一出 会议室一静 又想起拥有私语 众多股东 看着成远东频频点头 这个举动 相当于彻底放弃 在亚服设立成派 避免了亚服在新上市之初 因派系之争战力不稳 但明显的 在看着见亚服肉眼 可见的大好情景下 说放弃就放弃 一般人都没有这个魄力 可以说 成向东相当大气 而一个集团领导人 拥有这样的魄力 无疑令众多股东 很是欣慰 我证了证 一时猜不到 成远东打了什么算盘 不过我反应很快 立刻微笑着印下 不管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既然是好事 总没有往外推的道理 散会后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接过秘书递过来的平板 翻看网络上的风向 远东的公关很给力 先是向警方报警 严明必定会起诉刘太太 接着向公众讲明 当年做空事件的来龙去脉 又态度强硬地 多厉害警号词条 已经上了热搜 我放下平板 转过椅子 看向落地窗外 难得有席争忠 窗外车水马龙 行人匆匆 在这个大都市的中心 CBD 无数精英 白领端着一杯杯咖啡 熬着一个个数过完的夜 努力在这个大城市上 扎下自己的根 可兴许努力一辈子 这个愿望也难以实现 城市的繁华下 从不缺黯然退场的 Loser 厉害吗 我心想 兴许吧 能有今天 我也忍了常人 不能忍的委屈 贪过常人不敢套的难关 为了曾经流的那些 泪水和汗水 我也不甘心认输 秘书站在一旁 看出自己老板 平静脸色下的怅然 轻声问道 宋总 会议上您应下了 程董的提议 需要我吩咐会计师事务所 整合您的现金吗 两久 我点了点头 秘书退出办公室 我拿起电话 手机在手里 无意识地转了几转 片刻后 我的手一定 翻开通讯录 拨通了一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 才被接通 熟悉的冰冷女生 从电话里传出来 我笑了笑 犹如一只诱惑旅人的海妖 谈谈 纽约机场 朱灵提着行李箱 快步向机场出口通道走去 机场出口处 一个外国人 高高举起街机牌 用别扭的中文 喊着朱灵小姐 朱灵听得一愣 向男人走过去 他摘下墨镜 试探问道 史密斯先生 男人脸上露出街道人的高兴 立刻点头 他把脖子上的AX集团公牌 展示给朱灵看 然后才用英文介绍道 你好 朱灵小姐 我是杰克 史密斯先生的助理 史密斯先生派我来接待贵客 他正在曼哈雷庄园等您 朱灵半信半疑 他后退一步 微笑道 史密斯先生 此前并没有说安排人来接我 杰克看清了他眼里的怀疑 顿了顿 有点烦恼的挠挠头 说道 因为您是我们的贵客 史密斯先生特地为您安排的接送 随后 他闭上嘴巴 直接给老板打了个视频电话 史密斯出现在电话的那头 向着朱灵欢快地打个招呼 朱灵松了口气 不是他多心 是包里的这份东西太重要 由不得他不谨慎 车子开进庄园 朱灵跟着杰克往城堡走 心里暗暗惊叹城堡的豪华 庆幸自己跟了丞相东十年 见惯了好东西 才没有漏气 杰克为他推开大门 他仰起最得体的笑脸 然而抬起头的瞬间 笑容立刻将在脸上 他头皮发麻 吞了口唾沫 恍惚间生出一种错觉 宛如被撕掉的 是我的脸 我撵了一半果肉 放进嘴里 抬起头看向他 含笑道 这么久没见 怎么第一时间就想走呢 我点了点下额 招呼道 坐呀 朱灵捂住不自觉再抖着双手 看了下四周的保镖 低着头坐下 小声喊道 宋 宋姐 我抽了张纸巾 一根一根地擦干净自己的手指 姿态悠闲 并不看他 朱灵却感到了拖不过气的压抑 他坐立不安 心头腾起阴霾 好半赏 才扯了扯嘴角 宋姐 好巧 您 您怎么在纽约 您为什么在纽约 我就为什么在纽约 我笑意盈盈 看不出半点生气的迹象 朱灵心头一沉 掐紧了公文包 他心慌意乱 强迫自己把最坏的结果踢出脑海 笑道 您说笑了 我和史密斯先生是好友 这次是出来散散心的 正巧了 半赏没听到硬答 他起身 硬着头皮道 我突然想起 还有钥匙处理 就不打扰您了 下次咱们再续 我一把把纸巾扔在桌面上 纸巾轻飘飘的 却砸得朱灵的脚步不敢动 难得一见 要不先看看这两份东西再走 我把两份文件放在桌上 示意朱灵翻看 朱灵茫然地接过文件 越看脸色越煞白 腿软得站不住 我笑意收敛 你是把我当傻子 还是在丞相东身边待久了 被人公为几年小成态 就看不清自己轻重了 我为自己斟了杯茶 冷漠道 我当初既然敢把你放到 丞相东身边 自然有拿捏你的手段 朱灵这么多年 跟在丞相东身边 生了儿子 想了富贵 生了背叛的心我并不意外 因为我从不高看人性 所以凡事都做了两手准备 朱灵有丞相东养 但他的爸妈和弟弟 却没他活得潇洒 朱灵知道家里人贪婪短视的本性 不敢拿家里的是凡丞相东 生怕他们出现在丞相东面前 坏了自己的印象 要求家里人待在小县城里不许出来 为了安抚住他们 朱灵每个月的零花钱 一转就转好几十万 朱家人这一安分就是十年 却远不是朱灵自以为周全的安抚 而是我每年花大笔钱 好心地帮他稳住了他们 你爸妈以你的名义 这十年来陆陆续续向我借钱 一借就是一大笔 这些年利滚利的 利息包本金将近亿 用来干什么呢 我点了点另一份文件 用来开赌方 赌场是以你的名义开的 你知道吗 这么大的金额 可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的罪啊 我没烧轻调 叹了口气 我是个奉公手法的生意人 遇见这种事 不得不当一回热心的好市民啊 朱灵摇摇头 张嘴欲薄 我却举手指住他的话 我当然相信你的清白 但两份文件上面的指纹 确确实是你的 我只认这一点 你有话可以和法庭上说 我站起身 面无表情的脸 在朱灵眼里像是公命的阎望 保镖一把夺过文件 跟着往外走 朱灵腿一软 经得眼眶通红 阎望跪下拉住我的裤腿 慌弯道 宋姐我错了 不错了 我不敢了 我不想坐牢 他慌乱地把手里的包裹递给我 哭道 你要的东西在这 给您 我给您 这是丞相东的主意 不关我的事 我只瞒过您这一件事 宋姐 您放过我 我眼神淡漠 捏起他的下巴 你当初被你爸卖给官夫 是我救了你 后来你站起来说暴打我 主动跟了丞相东 我可以逼过你半分 没名没分地跟了丞相东十年 想了十年的富贵 如今委屈了 心大了 就把他耍我了 朱灵拼命摇头 屁似横流 心里后悔不迭 只要我把他的来历 告诉丞相东 以丞相东的疑心 他们母子还有什么好下场 可笑 他现在才认清自己的处境 他有什么底气厚斗 我动动手指都能捏死他 宋姐 我可以当证人 告发丞相东 朱灵死死的捏紧我的衣领 这一刻 什么面子什么尊严 都比不上那两份文件重要 我盯定地看了半场 只看着朱灵冷汗直冒 刚才接过他手里的手包 轻轻一笑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拍拍朱灵的脸 近乎温柔 把丞相东 挂在你民家那家私人公司 和远东的往来账目 托一份给我 你做得到的 对吗 朱灵文言一正 脑袋发木 直直点头 另外 把你弟弟送进去吧 有亲姐姐亲自取发 总比我这个外人来得好 朱灵张了张嘴 似要求情 我腻了他一眼 我们做生意的 最近摘惹违法的是 我不和赌徒罪犯做交易 懂 我向来不给人第三次机会 记住了 我不再看他 提出手包转身 笑着和走出来的 史密斯先生握手 朱灵睁大双眼 浑身贪软 心里暗藏了一丝期盼 随着这一幕碎的干净 半个月后的股东大会上 丞相东突然宣布 要非公开增发股票 会议上 大半股东果断投了赞成票 我事先没收到半点风声 而丞相东明显准备充分 我环视会议是一周 看着几乎所有人都盯着我 眼神无声 暗含微迫 我勾了个僵硬的笑 点了头 这场发行力向到证监会 证审完毕 不过短短半月 速度之快 没给我筹备资金的时间 毕竟我这几年的资金 都投到了对亚富股份的收购上 再要拿出一笔巨额资金 明显不可能 但丞相东明显蓄谋已久 凌晃晃的举动 处处昭示着他的决心 这次认购 他能拿出超过10倍亿 再加上二次增发股票后 一些小股东抛售的份额 他能再拿下将近8% 而我拿不出钱 手里的股份会被稀释3% 将来把我彻底踢出远东 将不再是梦 然而螳螂捕蝉 胭脂不是黄雀在后 可认购会上 丞相东惊愕地发现 账户递钱只有区区2000万 而我一出手 就是10个亿 此前的信誓旦旦 如今的荒诞反转 让丞相东使劲按住自己的太阳穴 企图劝服自己 这场认购式笑话 此前约定抛售的小股东 看出他的窘迫 对视一眼 神色都不好看 纷纷反口 等等等 丞相东意识到不对 颤抖着声音 企图叫停 却被我开口打断 我的声音清朗明亮 字字句句 敲着在众人心头 确实该等 因为我和众位股东 还有笔账合成总算 见众人疑惑的众媒 我点了下下恶 历数会议 迅速把复印好的账本 发给在场的股东 人手一本 我向董事会举发 丞相东这五年来 必用远东资金 购买天价设备 聘用高薪专家 开展实验 名义上是为远东 开发新设备 实则以公勞司 为己谋距利 他借用情赋的名义 在外私社公司 把远东所有的巨额投入 都用到了自己的公司里 谋夺个人的利益 我身姿沉稳 声音隐含愤怒 前前后后五年来 花费之巨 实实在在损害了 全公司股东的利益 所行令人发指 我拿起其中账本 向着大家展示 沉声道 暗账就藏在这本账本里 大家可以对比两份账本 能很明显看出问题 丞相东额间逼出冷汗 一把夺过其中一人手里的账本 看到账本内容心便是一尘 这本账本竟然是真的 他额间被逼出冷汗 突然一把撕掉账本 极力镇定道 既然是实验 前期投入是必须的 不能说现在没有产品出产 就污蔑我独吞成果 远东是成家账股最大 我为什么要损害自家的利益 要说我是为自己牟利 又怎么解释 我账户上只有两千万 他眼里立光一闪 反之问道 倒是你送鲸鱼 先是全额接纳了 我在亚福的股份 又转头拿了近十个亿 真可谓财大气粗 他像是找回了衣账 反口质问 宋总说我以公公司 我怎么觉得 是宋总贼喊捉贼呢 我嘲讽一笑 忍不住为他的这番 倒打一耙鼓掌 好口才 死的都能给你说成活的 我面上并无生气的迹象 余悦道 成总有疑问 我该回答的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 由成经理解答比较好 会议室的大门突然被推开 成像秀穿着一身得体的职业装 落落大方地走进来 他对上弟弟目自欲裂的脸 不自觉地偏离下目光 又很快无味地回事 在我身旁站定 下巴清牌 傲气进路 各位股东好 我是成像秀 今天是受宋总邀约 出面为他做证明 宋总猜到了 成总一定会反咬一口 索性让我来为大家说个明白 他从包里拿出一份合同 上面是亚服的股份交易 这是我一个月前 和宋总的交易合同 宋总与市价 转让了亚服10%的股份给我 交易金额合计近10亿人民币 他把合同向着众人转一圈 白纸黑字 还有工商局的盖章 早已生效 见会议室的众人 眼里消了疑惑 他叹了口气 不用惊异 我父亲虽然没给我留下远中的股份 但毕竟是疼我的 名下的现金不动产 大半给了我 凑齐这笔剧款虽然有点难度 但并不是做不到 丞相秀笑了笑 没有多说 反而话音一转 高声道 不过对于丞相东 有没有以权谋斯 甚至独吞成果 我想有人会知道的 比我更清楚 他拍了拍掌 随着掌声 会议室的门再一次被推开 这一次走进来的 是仿佛勾搂着腰的朱灵 看到朱灵的那一刻 丞相东脸不禁软了一瞬 心里强烈的不安铺天带地 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今日一环接着一环 全是针对他的一场局 他用了五年 准备这场仗 千方百计瞒着我 不惜我用公款 就为了能有资本 把远东的股份买回来 但他忘了 他费尽心思计划着算计我 我又怎么会担心坐以待毙 今天的这一出 宋鲸鱼又是神兽埋下的影子 程远东突感无力 缓缓地靠在后背上 抬头看向我 我对他微微一笑 果不其然 朱灵出现当面指正 看了丞相东死刑 他和程向东生活得太久 知道他太多东西 也和他捆绑得太深 他一旦反水 程向东一败涂地 我拿出了研发的成果 站在会议室前 安抚股东们 诸位万幸损失已经被我追回 我已经将这桩案子 委托给律师处理 力图追回这项成果的专利权 而这场官司 胜诉很大 我看了一眼 宛如败家之犬的程向东 效益更深 继续道 另外 我与史密斯先生 已经签订合作一项书 只要成果投入市场 为中位股东 打入了一记强力的定心丸 稳住了明早的股市 也一举奠定了 我在远东说一不二的未来版图 就在此刻 程向东突然尝到了 此前我被抢摘果实的痛恨 他一牙咬碎 生生吞下胡尖的血腥 直到众人散尽 偌大的会议室 只剩下我 朱灵和成家姐弟 程向东突然抱起 一巴掌把的朱灵歪倒在地 朱灵捂住脸 小声啜泣 半边脸都已红肿 可见程向东下了多大的力气 我皱了皱眉 事宜朱灵先出去 程向东冷笑一声 你的人 你倒是护得紧啊 没人搭理他 他倒像豁了出去 青红着眼 一把掐住程向秀的脖子 恨声道 程向秀 一个蠢货 我哪里对不住你了 我给你父亲的巨额遗产 攻你挥霍 你到底有什么不知足 他话里是难以置信 我是你亲弟弟 你竟然转头 就向他出卖我 程向秀心头生出怒火 猛地甩开他 奸声道 为什么 因为你斗不过他 我们都斗不过他 你问我有什么不知足的地方 那你呢 你拿着老头子 留给你远东一半的骨粪 全是在握 高高在上 又为什么不知足 还要千方百计和他争 他一边指着我 一边讽笑 我们都是程明轩的种 都流着程家人骨子里 不安分的血 可凭什么 父亲的眼里只有你 凭什么同样形成 你轻轻松松的 就能得到费尽心机 最后也拿不到的东西 他轻蔑一笑 你有什么资格叫我知足 他仰起头 还像一旁看戏的我 带着一股破罐子 破摔得很劲道 我知道你在利用我 我不在乎 他转向睁大眼睛的弟弟 道 他说得对 程氏确实会被他掌控 但是为了安抚程家老陈 他一定会让程家人当二把手 不是你就是我 既然不是你 那就一定会是我 那我为什么不能出卖你 程相东弯这腰 哑口无言 宛如一瞬间老了十岁 他踉枪后退 伸手捂着脸 遮住泛起水光的眼睛 半晌 嘶哑道 宋鲸鱼 你从程家拿的已经够多了 为什么还不能放过我 你这样忘恩负义 对得起我爸对你的提鞋吗 我忘恩负义 我像是听到什么笑话 我放过你 你就会放过我吗 你早磨刀祸祸对准了我 要不是我握住了半树远冬 你早就把我吞得骨头都不胜了 我冷笑 看他的眼神 无半思夫妻情义 说到底 我走到今天这一步 都是你们程家人逼的 我没有起诉你 还帮你安抚住股东 就是念在你父亲的一番提鞋上 我轻抚了下裙子上的灰尘 站起身 淡淡道 聪明点 就主动引就辞职 不然我保证 闹到最后 你一定会死得更难看 临走出门 我又像是想起什么 脚步顿住 回头道 对了 你这些年 不是心心念念 多想和我离婚吗 我奄言一笑 明艳不可方物 现在你可以梦想成真了 说完 我接过秘书递过来的离婚协议书 一把扔在他身上 头也不回 潇洒离去 全文完